大家好我是任君 那今天呢是禮拜五 也是周末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台北股票市场啊 最近的表现 其实非常的一个震荡了 包括今天也是哦 早盘呢 加捐股价指数一度跌到了 15636点 可是尾盘呢 在一个买盘的推升之下 最后仅有小跌了 大概51点左右 那台股的震荡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啊 不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美国股市的表现 包括就是说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 昨天晚上 礼拜四的晚上 是中错了4.84个percent 那4.84% 如果换算成 这个加权股价指数的话 大概台股大概要跌掉700多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 重挫的一个格局哦 那包括纳斯达克 很多大型科技股票 在挂牌的纳斯达克 也是重挫了2.11%哦 那如果换算成台股 1万6000点的回档的话 也是跌了500点 也是跌了将近快500点 所以呢 美国股市的重挫影响到台湾 它就变成说 很多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产生了一个信心上的危机哦 可是同学 我必须要跟大家谈哦 美国股市是美国股市 你现在看到美股跌 然后你去卖掉台股 那未来呢 如果美股开始涨的时候 你可能就买不回来了哦 你可能未来哦 等到美股开始反弹的时候 台北股票市场涨的幅度 绝对会比美国股市来得更凶哦 所以我说问题的原因 并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 先把它拉到哪里去 我们先把它拉到美国 来去看一下哦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过 有一个指标很重要 那个指标呢 叫做BIOS指标 你可以从BIOS指标里面啊 你去看哦 现在市场上面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们 他的心态上面是属于恐慌 还是属于乐观的 那如果说当我的指数 来到一个极度恐慌位置的时候啊 通常都是代表的 行情准备要往上去做反转的讯号 同样的 当我来到一个极度乐观的位置 也是可能已经有过热的讯号哦 所以呢我们观察 费城半导体指数跟 纳斯达克指数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哦 其实费半指数昨天的重挫啊 它让整个费半指数来到了哪里 来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位置 来到一个极度 非常极度悲观的一个位置哦 那过去呢来到极度悲观的地方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当费城半导体每一次来到极度悲观的时候 当时都是重挫的哦 因为有重挫才会悲观嘛 悲观完了之后有没有创新高 一样创新高嘛 这里也是悲观啊 悲观完了之后有没有创新高 所以这一次又来到一个极度悲观的位置啊 那你说来到极度悲观的位置 你在这个地方去卖 卖股票 结果呢 未来如果它再创新高呢 你又急急忙忙的把它买回来了 不只是费半耶 包括纳斯达克也是一样啊 包括纳斯达克现在也是来到极度悲观的位置啊 之前当它来到极度悲观 有没有大涨 之前来到极度悲观 有没有大涨 是不是也是创新高 所以同学 大家都觉得说 股票市场好像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是泡沫了 好像就是说 这个多头的格局它已经结束了 其实同学我告诉你 真的还早啊 还很远啊同学 因为它这一波下跌下来 我们拿纳斯达克指数来看哦 这一波回档过程啊 是创了新高 而且是历史新高之后才去做回档的 所以呢 多头格局当中 本来就是还涨 但是它急跌 但是它急跌下来 来到极度悲观的位置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样 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勇气 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我说今天台北股票市场 并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出了问题 导致说股价在下跌 而是整个美国股市的影响 造成台北股票市场的一个震荡啊 那美股当中包括了微软包括了苹果 包括了这些所谓的Google 我讲实在的 现在跌的都是这些超级大的一些公司 那未来买盘回来 他们一样会买这些公司嘛 那我们台积电在美国挂牌ADR啊 那不小心怎样被扫了台风尾而已嘛 可是台积电它还是台积电它什么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说当你在指数回挡的时候 你真的不能够害怕 你要找的是好的公司 好的标的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行情的 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 其实包括车用电子的部分 比如像说3526的返奖 今天一样来到亮灯涨停板啊 我说它就是低估 它就是被人家低估的标的 所以还是有股票会涨 你不要因为指数下跌 然后就害怕了 然后因为指数下跌的关系 然后就错失掉一个 非常好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我说台股未来还是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谁 来自于我们的台积电 我一直强调台积电未来的成长率 是非常强悍的 它的未来成长率是不用你去质疑的 它是不容你去质疑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啊 在整个晶圆半导体里面 这个晶圆代工里面 能够生产出高阶晶片三奈米以下的这个制程 未来的这个厂商会越来越少 现在有三星 现在有Intel 现在有台积电这三家对不对 可是呢当 为越来越往这个更小的制程去迈进的时候 可能到两奈米的时候 就只剩三星跟台积电哦 那未来到一奈米的时候 可能就只剩下台积电了 因为你现在要投资一家先进的晶圆厂 比如像说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一家 比如一家晶圆厂 五奈米的晶圆厂 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它要花将近120亿的美金 那现在能够拿出120亿美金拿来做投资的 就只剩台积电而已啊 你看联电好不好 联电它今年能够拿出来的资本支出哦 它只剩15亿而已 所以呢 能够投资的越来越少的时候 当然整个大整恒大的趋势 它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最近看到啊 很多新闻都在讲嘛 台积电现在的大 这个投资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已经来到了哪里 已经来到80万户了耶 同学我觉得你们的眼光真的很好 我讲实在的 你敢买台积电 你愿意去投资台积电 那你是跟台积电做一个长期的 就是当一个长期稳健正报仇的股东 那你也要知道说台积电其实 未来的发展性真的是非常强悍哦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谈 这次台积电要去美国布局 它不是只盖一个厂 它要盖一次盖六个 我刚刚谈了 一个厂120亿美金 你六个厂就要720亿的美金 台积电有那么多钱吗 就算它现在是一个台湾最赚钱的企业 可是你要让它一口气拿出上兆元的台币 我讲实在的台积电它也做不到 可是它为什么有办法一次盖六个厂 因为这背后有谁 有美国政府的帮忙嘛 有美国政府的奥元嘛 所以呢当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时候 它有美国政府的帮忙 它可以一次盖六个厂 那同学我们身为台积电的股东 他六个厂盖出来了 他六个厂整个都已经开始生产的时候 我们这些股东是未来 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一个报酬 那你说现在有谁 有办法像台积电一样一次盖六个的 一个120亿美金 六个720亿美金720亿 我告诉你连三星都拿不出来 真的连三星都拿不出来 所以我说台积电它真的被扫到台风尾 但是呢回档回来并不是坏事 真的不是坏事 每一次台积电回来的时候 我都跟同学讲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同学 你们可能被套在哪里 你的台积电可能被套在680 你也可能被套在650 那之前呢台积电套在680的时候 我之前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去做解套 我说台积电回来 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地方 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当时我在591块钱 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手上680有的 那没关系 你591块钱 你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当你在591块钱买的 你到580中间后面有没有反弹 你680买的591块钱 再去做加码的动作 当你的台积电涨到了 所谓的到来到660的时候 你这里有买 你这里有买 所以你两边加起来 balance起来之后 它创高的同时 一样啊 你的成本低啊 所以它创新高 你就赚钱了嘛 你就赚钱了 但是这种方法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可以用 我告诉你 只有台积电可以用 那同学还有一些人 当然你可能是在660回来的时候 你现在被套住了 但是同学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些台积电未来还会再创新高 可是重点是 当台积电再度啊 来到650的时候 来到660 又回到你的成本区间 你这时候会陷入一个两难的行情 你又会陷入一个两难的 一个思考当中 你到底要在这个地方 要出还是要 要继续抱着 这个就很考验你的人性了嘛 所以呢 我说你就算你套在680 你套在650 你未来都会解套 可是你真的想要赚到台积电的钱 你真的想要在台积电当中 取得一个价差的话 那同学你要在哪里 你要在一个合理的地方 再去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过 其实我操作台积电啊 我会用一个方式来去做布局 这个方式其实是结合了 整个buy又是指标 因为我了解到说 台积电其实 它有三个价格地带 这三个价格地带 一方面是代表它的风险 一方面也是代表它的利润 那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都在这个高风险区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包括你买在680的 包括你买在650的 我相信同学你都是 因为看到台积电大涨 之后跑去做追假 但是你在买台积电的时候 你会忘记风险 因为媒体都告诉你啊 台积电未来很好啊 你未来靠台积电 可以赚很多钱啊 那这种高风险地带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时候 一旦它开始做修正 比如像说高风险地带 你买了回来 你只要回到它正常的价位哦 就像它现在回到591块钱 回到584块钱哦 你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你光从这个高档 回到正常价位 你这样就损失了 将近快10%的幅度了 一张台积电哦 你光台积电680跌到600 你就损失了80块了耶 所以呢 你怎么要去做台积电 让它在合理的价位里面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 我是买在这个地方 591块钱下去做布局 606块钱下去做布局 为什么买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正常价格带嘛 那我高风险地区我不要去做追价 回来正常价格带下去做布局 那就算哦 假设台积电啊 它今天真的被我买错了 继续往下跌 跌到哪里 跌到这个低风险区的时候 哎同学 光这样子回来 好再给它10%的幅度好不好 那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资金下去做布局 600块钱的台积电 它今天如果再跌10% 它变成540块钱 540块钱的台积电 我跟你讲 你不用买 就有很多的法人捧着现金 拿着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说我买股票 要买在一个合理的价位啊 我买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安心 我买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安心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哪一个地方是高风险 哪一个地方才是真正 要去做布局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说这个技巧你要了解 哪一个地方是它的正常价格带 低风险高风险 你要把它区分的出来 当你区分出来之后 台积电自然可以让你获得 长期而稳健的一个正报酬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大家好欢迎回到股市人我赢的节目现场 我是任俊 刚刚跟大家谈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最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 那通常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投资朋友会觉得非常的恐慌 会觉得非常的害怕 那这很正常 这叫做人性 有一本书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希望说投资朋友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本书呢是霍华马克思写的 那霍华马克思他是何等人物 他创办了一个叫做像素资本投资公司 那他也是一个实战派的一个高手 他的管理的基金的这个金额 大概1400亿的美金 1400亿美金 那他每一次啊 每一年都会给他的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呢 一封这个信函 去宣扬他的一个投资理念 那其中呢 他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而且他非常非常长 很长把它拿出来讲 他说市场的波动 就像钟摆一样的摆档 就跟这个时钟一样 这个摆钟一样 他都在左边晃一下 在右边晃一下 在一个摆档的过程当中 他会产生利润 他就会产生一个 一个风险跟一个报酬 但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大部分都会做什么 在市场上面气氛很好的时候 跑去做追加的动作 比如像说台积电有没有 台积电680的这个地方啊 是最多人买的 670这个地方也是最多人买的 可是呢 最好的买点并不是在这个高点上面啊 并不是在这个最高的位置点上面啊 这个叫做高风险地带啊 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 你现在叫你去买台积电 我相信啦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觉得 那有可能 现在买得到 我要等到创新高才买啊 所以霍华马克思 他把整个人性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就说投资人就是这样啊 所以因为投资人都这样 所以像他这种超盘手 他才有钱赚嘛 你在恐慌的时候 他就买股票 你在很high的时候 他就卖股票给你啊 所以同样的 现在美国股市也是如此啊 我只是把霍华马克思 变成一个简单的理论 告诉你说 当BiOS指标 来到一个极度恐慌的位置 他未来呢 就是一个买进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大部分的美股的投资人 都很害怕呢 都很 都觉得说未来 股票市场好像没有希望了 那我觉得这样最好啊 因为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情 当股市下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忘了 这个1.9兆的美元的纾困案哦 准备要怎样 准备在周末的时候参议院要过关了 如果参议院一旦过关这个1.9兆美金的纾困案 那经济才刚要复苏而已啊 所以你觉得股市有可能因为经济复苏的关系 然后走大空投吗 股市有可能因为今天1.9兆美金输困案刚发出去 然后呢就开始崩盘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现在他在修正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他又让一些不安定的符合出场嘛 你现在没有信心你跑啊 你走了 你走了之后呢一旦这个利多一出来 整个大量的法人的资金开始进去的时候 下面的底部就变得非常的结实 所以呢当你有霍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当你有bias指标的时候 在股市下跌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啦 所以包括台积电你也可以了解嘛 明明最好的买点叫做正常价格带 或者是低风险带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买在高风险区 你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回档哦 他这个回档幅度不大哦 可是光价差一张的价差你差了八十块钱 一张差八万啊 两张你就差十六万啊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你要知道风险你要怎么去做控管哦 所以呢接下来 除了台积电以外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谈 台积电你一定要特别去关注 因为它代表了整个电子产业链上游的一个状况啊 包括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啊 台积电召开法说会嘛 他在法说会说完 我跟大家讲说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叫做未来的产品 不是只有3C而已 未来的产品将会从3C转成4C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成长机会 就叫做车用电子的部分 因为台积电法说会当时啊 魏哲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车用半导体的需求 第四季已经开始恢复成长了 它已经开始恢复成长了 所以当你知道说 台积电它的整个车用的晶片 都已经开始出现成长的时候 代表整个车市它已经在复苏了嘛 它已经开始往上去提升了嘛 所以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他在看这个法说会啊 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都在看说它的EPS 今年赚多少钱 明年赚多少钱 但是我在研究这个法说会的时候啊 我是看什么 我是看它的内容 我是看它说 现在台积电里面 哪一块的晶圆 它的成长力到最大 所以我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要做的叫做 车用电子的部分 因为未来它会有缺货的题材 不只是金元而已 包括下游的零组件都是一样 它都会开始出现一个缺货的状况 所以呢 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板嘛 包括我们这一档3526的反甲 涨停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它不是跌升反弹哦 它是直接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从我们布局开始 今天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哦 所以你说台北股票市场重挫 真的啊 指数是跌的啊 台积电是跌的啊 问题是我们的股票 还在往上去做成长嘛 这也是台积电给我的礼物耶 因为当时我就看到 台积电金元 车用金片准备要复苏了 它准备要往上去做成长了 所以啊 车用电子的部分 绝对是未来你不可或缺的嘛 那我当时在买它的时候 一样啊 我就告诉大家两个东西就好了 很简单 特斯拉 跟F-Cable 特斯拉代表车用电子 F-Cable代表HPC 高速运算的部分 那这家公司能够切入特斯拉的供应链 代表说它现在啊 的技术能力 已经可以达到车用的水准 车用的要求很高哦 因为它要有安全系数的问题哦 你车子在碰撞的过程 或是你出车货 你的零件不能够成为一个会伤人的东西哦 所以这个技术层面是非常高的 那我当时呢 我从它的股价面 我看到了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叫做资金 它正在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主力的成本区间我把它抓出来 我说这支股票开始有人在买了 量占比从240来到77 量缩回档 未来它会继续涨 所以它在量缩回档的时候 你要掌握机会 下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91块钱市价买进的 我说指数跌啊 跌有什么关系 它是逆市长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买 那不好意思 你后来没有机会了 你未来没有机会了 因为当天买完就创新高 创新高完了之后 隔天再创一个新高来到103 它来到103因为有人要买它嘛 强貌啊105块钱收购反甲 预价11% 预价11% 但105块 我跟你讲说太便宜了啦 它真的太低估我们的反甲 今天它太便宜 出那个价钱真的看得会笑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我同学讲说什么 你一张都不要卖 你要等它收购完之后 它才会正式进入 它应该要起标的时候 所以呢 2月26号收购完毕 3月1号一回来直接亮灯涨停板 当我亮灯涨停板 再创一个波段新高的时候 来到114块钱嘛 来到114块 114块 对啊创新高又怎么样 我说还是续报啊 低估就是低估嘛 所以今天来到124.5元指数大跌 那又怎样 一样创新高 原月EPS7块钱 EPS7块钱原月营收还年增一倍 到现在为止光它上涨的幅度 这样子上来33.5元 涨幅已经来到37%了 那涨幅已经来到37%了 所以技术面搭配基本面啊 从台积电的这些营收报告里面 它可以找到很多的保物 你从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里面 真的有很多的保可以让你去挑 那你资金大的没问题 我们就直接供台积电就好了 你操作那么多档股票 一些赚的一些赔的 那不如好好地把一档股票 给它操作好 不如好好地把台积电给它做好 只要你能够像我一样 把危险的地带标示出来 把正常的价格地带标示出来 把一个低风险的位置 你把它标示出来 你在买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担心 那你的台积电你可以投1000万啊 你可以投2000万啊 你只要你的买点是对的 你完全不会撼动到股价啊 所以你就可以享受它自然趋势的一个发展嘛 那有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当然啊像这个我还是维持一样的节奏啊 5G车用本益比非常的低 元月营收还在成长 像这个也是低估啊 像这个也是一样啊 62XX云端运算本益比14倍 元月营收年增100%耶 这个未来都还有空间喔 像这个53XX也是一样喔 本益比13倍 现在有个缺料问题 这未来会化解啦 包括3XXX 这是今天下去做布局的啊 本益比只有12倍 元月营收还年增4成 资金的量已经开始去进入了啦 量占比1000来到300 会不会是下一档返甲 是蛮有机会的喔 因为本益比真的非常的低喔 所以呢竞表股本益比低 成长性高 筹码相对稳定的个股 强势股拉回 我们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动作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 字幕开放是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